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黄龙版在甲州的装饰物部分都用到了黄铜材质进行制作 甚至武器部分也都是黄铜材质的 关于这个题材一直是自带热度 那么这套产品到底表现如何呢 别急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看起 303的包装和纸品设计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包装以绿色作为主色调 整体走的是这么一个简约的设计风格 盒子正中心是303的品牌图标 那下面是一个硬纸版 拿下以后就可以看到相应的纸品了 一本收藏证书和之前介绍的康熙人偶是类似的 看来已经渐渐成为这个系列的标配了 一本穿戴说明书 较为详细的讲解了盔甲 披风 半袍等穿脱流程 一张名家题字 写有一些说到关语就能联想到的关键词 好了 大致看完这些以后 我们马上看到最为关键的主体部分 拿出来以后经过简单的调整 那整个冰人的着甲状态就呈现出这个样子 不得不说这个甲片的质感 包括甲的造型都是非常不错的 甲州的细节我们稍后再看 先来看一下这款的头雕部分 主体自带一个怒式的直呼头雕 头雕上带有一个绿色的杂巾 杂巾之上还有一个非常细致的黄铜装饰 不过这个布置的杂巾是固定在头雕上的 不可取下 版型来看是很不错的 后面的飘带内嵌铁丝 可以轻松摆出随风飘荡的造型 下摆的边缘同样内嵌铁丝 可以用来凹造型 看到面部 刻画还原的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演员造型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颗头还是蛮有味道的 面色微红 感觉眼部还涂有一抹淡绿色的眼影 那直呼边缘连接的也还可以 但是感觉在虎子的末端有些零散 到手以后修剪一下可能会更加自然 黄龙版附带一个斜眼头雕 从面部动态来看 眉头更加紧皱 头雕也更有杀气一些 后面的发际可以通过插拔取下 就可以佩戴头盔了 戴上以后这两颗状态下的头雕 你更喜欢哪个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杂巾版的头雕更经典一些 当然了用这套甲搭配猴场的头雕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显而易见 头盔部分依旧选用了老板三国的造型 并不考究 只能说是怀旧经典了 那整个盔体为黄铜材质 质感和细节方面都是比较到位的 两侧还有贴布工艺 上面有着随机的刺绣花纹 头盔下摆布置的锁子甲纹理 边缘呢也有这个皮质的包边 接着我们正式看到这款产品的甲皱部分 这套山纹甲的覆盖面积 可以说是非常实称了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 都用到了大量的山纹甲进行穿连 撩起二爷的胡子 可以看到这么一个造型独特的胸甲 上面有一个铜制的瘦头装饰 甲皱的内包边采用了皮料 白色布 绿色布 这种三层叠加的配置 看起来还是挺有层次感的 翻起来可以看到 在护胸之下也是满满的山纹甲片 非常实称 转到背后 那这块与护胸相连 在这块之下依旧有满满的山纹甲 主体有着大面积的山纹甲排布 由于是单片串联的 那按压起来的手感和甲皱的柔韧性 都是非常不错的 肩部的瘦头和肩甲 只在上部分进行连接 是可以活动的 肩甲上依旧有着三层堆叠的包边样式 上面有着细致的纯铜装饰 那这款瘦头腰扣是我个人认为这套最帅的金属件了 这个黄铜表面的质感和上面的做就效果非常不错 仅在试光下就有着很好的质感 接着下摆我们也能看到这套甲的柔软度是非常高的 细看可以看到 每处的瘦头风格都是类似的 但是大小和细节都有所区别 裙甲上这一条装饰中间是没有固定的 不过由于裁剪的比较到位 平时从各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服贴 通过触摸也可以发现 在裙甲内侧的上端有一个铁板 通过弯曲铁板就可以给整个裙甲塑形 可以自由调整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弧度 这个设计还是第一次见 好了 那么带山纹甲片的部分我们就大致看完了 这款的B甲和腿甲采用的是一体的黄铜件 上面的分色和涂装还有花纹的细节都是不错的 不过我个人感觉这种一体的金属件是有一点偷懒 虽说细节和纹理不错 但是用金属来表现皮革材质 难免会缺乏真实感 脚步是金属材质的 造型不错 和腿甲的风格也比较连贯一体 站立的稳定性也得到了保证 附带一个披风 没有内线铁丝 适合着甲状态使用 当然了还有一个半身的罩袍 整体为麻布材质 在凹凸不平的表面 也有着较为细致的烫金印刷 这个金丝很细致 下摆上的烫金花纹同样也很工整 并且在边缘和袖口都内嵌了铁丝 可以塑形 在这个形态之下 貌似霸气的感觉更近了一步 配合上这个关刀来看 可以说是非常带感了 配件方面 首先就是这把青龙艳月刀了 这个布件应该都是黄铜材质的 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细节刻画非常细腻 再往下 还有云龙的细节浮雕 整个刀身上有黑色和银色的涂装 不过这个红碎是通过铜丝缠绕连接固定的 远看的视觉效果还不错 但是近看有些滑稽 这个杆感觉是木质的 上面有木头的纹理 但是这么笔直并且质感摸起来 又不太像木头 尾部依旧是黄铜材质 造型类似一个枪头 上面有着细致的花纹细节 一把焊剑 剑鞘部分是塑料材质的 上面这个装饰是黄铜的 不过是直接粘上去的 时间久了可能会脱胶掉落 整个剑身都是黄铜材质的 还是比较唬人的 上面的花纹开膜精致 拉近特写依旧是非常清晰 最后就是303三国系列的 标准三件套了 骑坐 骑杆 骑制 保持了这个系列的一块风格 和人偶摆在一起呢 就是这样 可动部分整体还不错 除了腰部可动会受到限制以外呢 其余部分基本就是素体的可动了 不过腿部幅度过大 也会显得不是很自然 还是摆个帅气的站姿最合适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的全部内容物了 满分5分 你觉得能打几分呢 起来弹幕发出你的评分 总的来说 这套关羽单从外观来看 确实非常帅气了 而且头雕也做出了自己的风格 如果喜欢经典造型的关羽呢 也可以选择喉闯的头雕来搭配使用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甲咒特殊的串联方式 也使得整套甲上手的手感非常柔软 但是也会导致啊 山文甲面积较大的地方呢 在中部会有些松散 把玩的时候呢 要注意切勿用力弯折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我 第一时间收看更多 魔玩新品的详细测评 我是齐佳 我们下一期视频 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Why